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啊 我这月能不能不叫啊 我想买件的确凉衬衫 那衣服能当饭吃啊 你以食为甜 可人家都有了就没有呢 连饭都吃不饱 还跟人家比衣服呢 先顾肚子再说吧 没得商量 叫 给你给你 多给你 洋文财 受财奴 洋文财 受财奴 洋文财 受财奴 哎呀 ング首次 再给你一张 嗯 嗯 theater我啊 啊 theater我 回来了 爸爸 看我的大纸船 姐姐真好 今儿玩吧 回来了 洗手吃饭 妈 我想带小梅去逛逛百货商店 看我干嘛呀 想干嘛干嘛呗 有一点啊 别再近处够丢人 真的呀 我老闷在这个屋子里都快长鸡脚了 我换衣服去 妈 我 妈 我钱呢 你这放哪儿了 我就放床头了 这 这哪儿有啊 你自己来看呐 你可真够笨的 我就放这儿了 我就放这儿了 你找 怎么没了 我就放这儿了 我都放了底调也没有啊 你没记错啊 没记错呀 你没拿 没有 咱家出贼了 回来啦 回来啦 都买什么了 花了短时间啊 买了多少钱呢 买了一圈低气凉的衬衣 还买了一条迪卡的裤子 一共花了四十三 怎么了 有问题啊 问题大了 咱们家出现第三只手了 小夕床上那三十块钱不翼而飞 那赶紧找啊 干嘛都坐着 找啦 就差把楼板都翻过来了 没有啊 那就再好好地找一找 看看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 掉到马桶里了 从早上到现在 小夕就没上过厕所 那是不是老鼠 钱掉在地上 让老鼠给抓到洞里去了 我们家从来没有耗子 要有也是从外边 钻进来的大耗子 行了 别贼汉捉贼了 小白 你不是说 那钱是你挣的吗 是我挣的 我给别人扎针挣的 行 你说出来 不怕把舌头扭了 就这几天你挣这么多钱 谁信呢 你说出来问问 谁能相信 老实说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说实话 我明天把你送公安局去 你信不信 妈 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也可能是小夕 在别的地方弄丢了 干嘛非赖在小麦身上啊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是你妹妹赖她呢 那钱是我亲手放到那儿了 我放到小夕床头的 怎么的 你连你妈都不相信了 不是 我不是怕这里面有误会吗 误会 这还能有什么误会啊 那钱自己能长得腿 就跑了 家里就这么几口人 除了她寄我房间还有谁啊 给个说法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林沫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那农村老娘们都是被怀疑对象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第一 咱们家只有她是外人吧 她没来之前咱们家丢过东西吗 没有 那怎么她一来咱们家就丢东西呢 那不是她偷是谁 对吧 第二 她一个泥腿子 她没见过钱 她也没见过什么好衣服 她这一看 小夕有漂亮衣服 又有钱 她炎热了吧 是吧 她就起歹心了 这不就下黑手了吗 第三 她给你买衬衫 买裤子那钱是哪来的 这不明摆着的吗 我跟你说 林沫 现在都不是怀疑了 直接就是证据 小妹说了 那是她挣的 你怎么相信她那种鬼话呀 以她的为人 偷鸡摸狗的事 她不会干 林沫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她 我可跟你说啊 咱们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 容不了这种不干不净的人 你赶快 赶快跟她把婚给离了 这怎么又就扯得离婚上事了 这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这还不清楚 我看你就是闺蜜心强 我会查清楚的 好吧 不让人省心 小姐 你再想想 是不是 钱丢在外面了呢 不可能 妈把钱放我桌上 中间就她进来过 小夕 你是不是故意再整小妹呢 她也配啊 她一想起你腿子 迟早滚回小夕宫去 这叫什么话 我以为 我 你干嘛 爸打我你也想打我 你们都怎么了 你别忘了 她是你大嫂 那我还是你亲妹妹呢 反正我都打听了啊 一共挣了十五块钱 这回还有什么话说呀 那还有我从家里带来的 救命钱呢 你还想狡辩 看我干啥 李沐 自己看着办 你干什么呀 我问你啊 那小夕的钱是为你拿的 你怎么也不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西婿是这种人吗 那 那怎么一说丢钱的事 你脸就红 脖子就软 是不是作罪心虚 我跟你说啊 我从小就这毛病 班里的同学只要一丢钱 有人看我 我总觉得人家在怀疑我 我就脸红 就这样 你还有车毛病 信不信用你 打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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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麦 只要你把钱交出来 主动离开这个家 咱们这事就算了 我不再追究了 我再说一遍 我没拿 还嘴硬你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你从哪儿拿的 你给我放回哪儿去 否则 咱公安局里头见 算了算吧 这钱就算我拿的 我赔行吗 不行 你这是姑息养奸 我们家可是个知识分子家庭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行了 都是一家人 谁拿了有那么重要吗 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就向着他吧 这事儿没完 这事儿没完 你这个人呢 永远不讲原则 什么叫原则 这多大的一个事儿啊 这是道德偏执问题 你能肯定是人家拿的吗 那你怎么肯定 他不是他拿呢 你有什么证据 你既然不能肯定 你就不能怪人家 你没拿出证据来 他不是他拿的 那就是他拿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收场啊 我哪知道啊 又不是我拿的 又不是我不相信你 那 行了行了 我不管了 我回家家 我也知道好 我才走 我才走 你知道 dag 原则 她去替免 阳 排队 薄 薄 水 荷 水 人 永远 ��바 鸡蛋 我就不相信 这么好吃的菜 这么好吃的馒头 能把人给撑死 今天敞开了吃 拿着 咱们一定把自己给吃撑了 快吃 妈 加油 加油 妈妈 加油 加油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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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快吃 吃 乖 吃 你干吗 吃 什么 杨文采同志 我把你发的面蒸了两锅馒头 我吃了十二个 剩下的都在这儿 还有 我用了家里四个鸡蛋 二两肉 这是我和鸭鸭 在北京吃的最饱的一顿饭 谢谢您 鸭鸭就留给你们照 我回去了 王小麦 她也忒恨了 你整整造了我一锅馒头 她也忒恨了 这农村老娘们 她整整造了我一锅馒头 怎么样 叫我说着了吧 造了我一锅馒头 斜着巨款畏罪潜逃 我再重复一遍 造了我一锅馒头 斜着巨款畏罪潜逃了 您这 您这 造了一锅馒头是事实 什么巨款的 这个有点夸张 几十块钱 那几十块钱不是钱 几十块钱也是钱 她一定是装不下去了 所以被对前逃了 没错 你们要不是威胁她 她能走吗 这叫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她说话 又没有亲眼看见 是她拿的 你这个大学是白上了 白上了 爷爷 我想妈妈了 妈妈就回来了 乖 你们说 她真回小溪沟了 那她不回小溪沟 她上哪儿去 我说林沫 你还戳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赶紧去把你媳妇找回来呀 你让她上哪儿找去 就是去小溪沟 也得把她找回来呀 你明明知道找不回来 你还非得让她出去找 再说了 这种人值得吗 值得吗 小溪 不值 小麦不是那种人 我相信她 是不是这种人 不是你说的 拿出证据来 可是你也没有证据 就证明 就是她拿的 我们分析的 她是唯一嫌疑人 我觉得我爸说的 一点都对 闭嘴 这些船谁叫你爹的 妈妈叫我爹的 啊 这 这你从哪拿来的纸啊 小姑床上的 你拿的 行了 别玩了 好 我明天就去小溪沟 把小麦接回来 不行啊 就算咱冤枉她了 咱可以给她 赔礼道歉吗 怎么都行 就是不能把她 接回来 妈 算我求你了 自她小麦 来到咱家以后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岁 人家没有抱怨一句 怎么就这么 容不下别人呢 你以为你妈 就是舍不得点粮食啊 我告诉你不是 你想没想过 你们俩一个是农民 一个是大学生 几乎这日子能长久吗 你也上大学这么长时间了 有一年多了吧 你没觉得 你们俩之间 这个距离越来越大吗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 与其将来后悔 不如现在 趁早了断 这就是我的态度 林沫 小麦是你老婆 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怎么办 你自己拿主意吧 谢谢大家